近些年,面对前所未有的国防压力,中国不仅新装备型号的涌现速度出现爆发性增长,而且新装备数量也以下角色的速度出场。 其中,大连、江南、滬东、黄埔寺大造船厂同时开工建造三艘航母,至少17艘驱逐舰,两艘两棲攻击舰和数不停的护卫舰。 后勤舰艇,历史罕见,而成飞、西飞、闪飞甚至贵飞、南飞、长飞等几大飞机制造集团公司, 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产能为国家提供急需的天二十、云二十、郡九、高校九、教练、十和直八至十等新型空中装备,可以说大家都在高温中争分夺鸟,为国家尽快输出急需的新装备。 然而最近,却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,Diff从7月25月起,沈阳机床、沈飞和沈谷这三大企业将陆续放高温价, 在包含双休日的前提下,放假天数从9天到15天不等,放假期间,工资、补助照发,今年沈阳的气温一确很高, 为此查了一下最近几天沈阳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温度,Dif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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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大家可以发现,7月底全国的各地的气温,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,都是一样的炎热, 可是大部分企业,仍然在加班加点造军舰,造飞机,甚至有白天太热,晚上跳灯也展的。 特别是一些造船厂,很多工人的工作环境,是露天下的钢板,大太阳一闪,舱室内的温度比天气一日暴高出很多。 但是在这样炎热的气温下,003航母,055驱逐舰,亦然在暗计划建造,而大连造船厂的梁宁舰和002航母飞行甲板上, 依然是一片忙碌的景象,Diff而我们知道的某大型国旗,已经在放第28年的高温甲了。 在这28年期间,这家企业连续输掉了隐身试验验证机项目,三代机项目,四代机项目和隐形舰载机项目。 顺便提一句,在30多度的高温和南方特有的湿热的环境下,目前成都所正在进行四代隐形舰载机的公关研制, Diff即使输掉了四代隐形舰载机的主导研制工作,但是某大型国企的生产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, 且不说合歼20大道,负责运尼8的歼16的生产,就是歼15滑月形和弹射型的生产也是客户融化的, 眼瞅着首艘国产航母002,又要进行海市了,估计很快就要进行舰载机的是非了, 而有了辽宁舰的经验,002航母的服役速度会非常快,到时候歼15电载机能够满边吗? 还有正在建造的上海003电磁弹射航母,只说大连也有一艘,这三到四艘航母的舰载机, 前期都必须以歼15为主,初步计算在100下左右,这个数量真的准备好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